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最近也是 凤凰杯也是爆出了好多不错的RAP出来啊 那个最近包括像小KK 尼克 无法振 玉米还有那个 一哥 一哥他们也都是在凤凰杯上面打出了不错的录像 所以我最近的话会给大家多做几场 那么我们先做第一场是一米口的这一场 一米口他们也是继续的残念了这一次的冠军了 继续的残念了这一次的冠军了 因为这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挡得住 一次哥的话也是勉强能挡得住 那这张图MV那个人图是相当远的 他们那边好像是出了点问题 暂停去开风扇 最近也是相当热 我也是我也是换了那个动动物的 换了一个动物的那个动态的摄像头软件 来做一个视频 也就是也就是我的那个面部表情的追踪是吧 然后的话我其实本人是不穿衣服的在这边做直播 所以不太阳光 不太阳光所以就换了那个东西 然后一米这边的链级不太不太好 因为他防止那个师生被勾黄皮嘛 然后他那个走位不太好 现在的话是被打的有点残 无法阵这边的DK 三三来一次是抓不到的 这是肯定抓不到的 而且那个师生是直接被直接被垂死的 如果他是走下来买了黄皮 那这一波抓到就会多杀几个单位 不过这农民好像已经死光了 这已经大亏了 就剩下一个 骷髅还没抓 就已经只剩下一个农民回去 农民回去了 这下 一米这边是至少损失了我们属一属尸体 这边是三个 然后练野怪的时候应该 至少死了两个吧 反正五个农民是死掉了 跑回去一个 那就至少死了四个农民 无法整这个细节 他还先派一个库楼过来 看一下有没有建造 门口房 如果造的房子的话 直接把这个房子打掉 那就没必要来抓 这边有风险 而且收益不高 一米这边是已经造好了塔 现在 无法整只要暴毁灭 我觉得人猪就相当难打了 因为 MK开矿 暴天鬼 人猪就相当难打了 因为MK开矿的话 如果你被杀了四个农民以上 你开矿以后 木头就会相当的缺 真的是不好打的 这边的话 一米是继续补了第四个房子 36人口了 再去开矿 要不要升个顶盾 我觉得应该要升 升个顶盾 这张图很好练及的 这边先买个黄皮 买黄皮的好处就是 你有两个黄皮以后 优地来骚扰你的骷髅 骷髅可以忽虐无忌 因为都可以去散掉 而且 而且还变成了MK的魔法之 四哥这边是有了几个单位以后 就开始进行链接了 在开场方面 四哥已经是占了 非常大的便宜了 然后的话 玉米那边 开矿 反而是没有受到骚扰 因为 因为一哥这边 他感觉到 再过去的话 你看 他如果 部队是往这边走的 无非就是一个蜘蛛 然后三个小狗 还有点远 你要是把三个小狗 拉出去了 就没人踩木头了 二本好了以后 你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这边的话 是反正自己先练一个点 还打个大的道具 无敌 15秒 相对来说 要比较赚一点 而且自己也到二级半 这是相当重要的 英米口这边是直接 开矿 无伤开矿 其实前面伤的也要 也要伤进去的 你练级肯定要算 这边可以三级 我要先练三 这个 这张图的话 你前面伤的都好 这练掉这三个点 肯定能到 肯定能到三 不过下面这个点 什么时候训练是一个 这个问题 没时间只训练一个点的 其实我觉得可以念这里 把那个 蓝胖子勾出来 一念是吧 好像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永久性宝物吧 不过以四哥的 不过以四哥的几率的话 应该是加三的 加三的指环 不过有个眼睛相当不错 人猪敲几率经常会出bug 就是那个 四个龙命敲 只有一个龙命敲 的效果 而且钱照样花 这个 这边还是没有是理论 用MK来扛 这边是回二 其实挺不错 我觉得MK有回二 挺不错的 因为MK的血量比较多 一本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 那个单体恢复的方法 你只有这个嘛 这个这个 舒膜影子牧师 这有雇佣还好 没雇佣的地图 你真的就很需要 哎这边是 这走路是没看路 哎呀 有没有驱散 把驱散掉 有驱散 有粉 有粉有驱散 还是被围住了 哎有 大无敌递了过来 这MK 不过也是逼出了 对方的大无敌 刚才一个样的这个 这个 无法证 他是绕了什么地方 直接绕 直接走下来嘛 没看见对方 直接银头撞在了墙上 是吧 英米河这边是 门口造一个商店 来卡住位置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 可以强冲了 就无分两发锤嘛 英米河没有木头的 你这样强冲 我他哎 这个无法证 还是先来念这个蓝胖子 刚才你直接念蓝胖子的话 会好很多我觉得 反正念到杀人再过去 不过这个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个 哎 哎 刚说打加三 他就打了个血牌 可能也不能进行 诅咒 是吧 哦 哎呦这个差点死了 那我们可以也拿 也拿优地的优法 优地的部队没有办法 你抓杀电机 除非是乌腰没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抓 乌腰出来以后 你就只有锤子有杀伤力了 然后的话 哎 英米河这边买了绿皮 用绿皮来防冰甲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冰甲对绿皮的攻击速度 和移动速度没有衰减 对步兵是有的 然后的话那个绿皮 反正也就是对于 蜘蛛来说也就相当 也就只不过是一个生的两宫 是呢1.5防的也就三防的 一个蜘蛛而已 这边还买了个小狸人 这边小狸人出事了 哎 差点死了 小狸人到处惹事 他就本身又不赖打 到处惹事 这边的话 你们可以又买了个绿皮 这张图可以买双绿皮 三绿皮 所以你们可以防守的时候 又好防守的很 好防守的多 你可以单传过来 有个群补 刚到白天就买这张群补 不要有没有上个兵甲上 但是你看上了也好 这个有远程输出 这个蜘蛛死的就相当快 这边是一个磁缓夹在了 蜘蛛身上 这样的话干了另外一个 无法的也是 你干谁我就给谁套盾 然后这边的话 农民变了回来 还是要死 这一发 哎其实他没必要 因为DK没蓝 但是他没没时间去看 这个是旁观者清的事情 四个一样还有四个蜘蛛 这一个配置的话 人猪也是还能继续压制人猪 不过这边二伯生技好了 可以原地敲 民兵打打40秒 这能够把你打到你家去 现在 不过这个位置不好 要被围 这两个看来要交代 交代一个还好 这还可以往上走感觉 打开了 这还有蓝 踢一个 踢下面这个可能 我觉得 可能还要好一点 因为 因为这差不多 踢就踢了 只要死了就行 死和没死完全是两回事 这边是放了小净化吃了药皮 蓝 小蓝 这边的话是 无法证三门好了 买个小黑继续压 压制性相当强 这个不穿衣服又冷 穿衣服又热 真难招呼 两个绿皮 就我觉得 这边血法失出来了 这样的话就无限锤了 就还是应当 不过这边无法证是没有球的 应该是派个蜘蛛来运球了 沈先生毁灭状态 哎呦 这一个不注意DK又被围了 这围杀能力真的是吊炸天 一般人比不了 这个蜘蛛也被带走了 那这样的话 是以三个农民 一二三 个农民 四个农民的代价 换了一本TP加一个 这个应该是步兵吧 这个实体丑一点 四个 四个 好像也是个蜘蛛的尸体 是刚才 刚才 刚才捶的那个 那这样的话是 应该只是两个农民的尸体 换了一个蜘蛛 加一个TP 这边 无法证又压了过来 MK看一下能不能练到五级步 练不到 好 好 宝物 雪瓶 哎 这样的会被围在里面 直接TP TP到分框 哎呦 这时候被卡在里面 哎呦 应该TP到这里来就好 刚才没选位置吧 应该是 哦 这一波的话 玉米的位置相当不 相当糟糕 是被无法增加在里面打了 其实刚才 还不如买个飞行下来是吧 不过估计是冰太多了 不方便 这边的话是一个毁灭飞了起来 看一下无法增的经济 59 哎 55 正好是没有足够的钱变 你看嘛 如果刚才那个 呃 这边 DK和巫妖都买了小无敌 因为玉米的围杀真的太凶悍了 是吧 一定要注意保护英雄 哎 这DK想去买TP 这直接被围 哎 直接被围了 哎呀 要杀死重围吗 无敌浪费掉 这对玉米来说还是挺赚的 哇靠 这 这无缘无故就被围了 我怎么没有这样的围杀 好 先抽一下 抽一下抽一下 把它抽干净 抽了一下 拆不出来了 消缴 要小 那个BMG BMG也没有回头虚无一个 主要是MK没到虚无它也暂时砸不死 这边由于买了高达就农民农民居然不干活了 这是得得多那个啥是吧 多退协责任 不过这边商店没了 有点伤了 商店在下面墙 先敲一个 蓝屋 现在可以出蓝屋了 慢慢耗 这边可以 有点惨 大蓝石 大雪石吃掉 这个没有小雪石 只有大雪石 所以我们就说雪石就行 蓝屋 蓝屋是 取代商店漫补的效果 因为 漫补确实 在这个时候来说已经不靠谱了 这毁灭一直点你 你漫补加不起来 这边 一米可四根塔 四哥就好难的打进来呀 只要是没有毁灭 这个塔不能 一下子干掉 蜘蛛倒是可以磨 但是蜘蛛磨的话要时间 给人足的话就太多 太多时间 这样农民又敲了出来 这你 这边至少是五十五人口 这边一米是 五十五人口的无法阵打 五十七人口的一米 然后这 其实现在一米也没什么兵的 都是靠农民 然后我觉得一米 这明明太凶悍了 这靠农民就能把 有第五十五人口的高级部队 给打成这个样子 打散 不过 哎 大家阵亡还其实差不多 我死三个农民 你是个蜘蛛嘛 大家钱是一样的 这蜘蛛还贵一点 蜘蛛是两百三十三十块钱 还是两百二十块钱来着 反正反正明明真的很便宜 这开始干小黑了 这是不是DK没难 DK还有一发 最后一发 这样的话把乌妖抽一抽 乌妖一抽这个乌妖也没难了 这破法和法师在A 车子车子只有不停的操作 小黑也在不停的操作就没有输出 现在的话实际上只有三个蜘蛛 加一个乌妖在 这边的话 虚无T是用找了 虚无T 不是虚无T 虚无T是虚无没没到 T就先到了 刚才没死 还有吗 没有了 还有发锤 有无力躲掉 不过民兵和牧师就换光 换光以后正好换兵 因为他现在的话不圈木头 钱的话没问题 木头也足够多 我们看看这个裁判思想 无法正这边已经是 刚才其实也就死了两个蜘蛛 可以接受 换掉了 因为一个队的农民加上 加上那个两个法师 一个队农民两个法师 换一个 换两个蜘蛛加大无敌 然后 其实这一波的话也就五五开 但你这分矿 这其实已经是 分矿已经变成主矿了 主要是 主要是这个科技等级高 哪有三本哪就是主 对我来说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还是出生点那个矿 才叫做主矿 就好像有的 有的店铺啊 它的它的主店的比较小的 分店的开的比较大 有主店赚钱的 然后 开主店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钱的 是吧 就 结果主店开的相当成功 分店就开的比较大 然后就可能把分店变成主店 是吧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这边的话 可以 但练要练到 练到五 这没有点位了 旁边是没有好的点位可以练的 因为 这练机其实真的很蛋疼 你差一点的时候 就真的差一点 可能对方 你真的第一个单位 你就杀不死 非常难受 这边破法群是要来强秒 强秒欧妖 他打欧妖有个好处是 欧妖打着打着就没蓝了 而且DK的蓝还要砸在欧妖身上 一举两得 但不好的地方是自己的话 自己的部队是没办法 没办法 那个 抵挡对方 部队的伤害 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小 那个他没有 呃 身体四 部队就吃亏了 现在的话还有四个蜘蛛 无法忍一直保持四个蜘蛛 四个到五个蜘蛛之间 三到五个蜘蛛 反正你蜘蛛不能少于三个 少于三个的话 NC都甚至都没有秒杀能力 好这边出了女妖 直接套帽子了 这下 这个玉米口要秒杀蜘蛛也是相当难的 也不过女妖瞬间被打成猪头 8C MK 那个四死都要杀掉你 杀掉你到无极 这边买了两个血瓶过来 相当有经验 因为这时候MK不能不能退 呃不能走 跑太 那个跑不掉我太快 所以你 你那个很容易就被 对方给秒的残血了 虽然说他有一千多点血 但是真不 真不赖打的 有 俯球打这个MK是让MK背不住的 这边的话是有三个三个的破法出来 是不是三个B啊 不是 所以囤了两轮的兵 这边的话是砸了小黑 所以打那个DK已经没蓝了 这换了个无敌过去 呃继续抽DK 这样你耗了耗起来的话 UD会慢慢没有蓝 而且这边MK有没有血了 没血瓶呢 再买一个 没没没没没库存的 好有了 赶紧上来赶紧上来 牧师在这边慢慢加 牧师挥一下 挥十秒钟的时候呢 相当于是个小血瓶 其实加的挺快的 单体加血里面 也就烦恼混同 比那个牧师的加血来的快 当然 当然还有那个声光什么的 就不说英雄的 是吧 英雄的太牛逼 这两首位的话呢 看单位 如果是MK来说 每秒2% 也是 有那个50 也是有20点血 诶 这两首位也是挺 也是挺快的 不过 不过 人猪是没办法销售的 享受的 这边是有无法睁的眼睛 看到你了自己更安心 这个应该是个书 无法睁果然是一个不读书的人 加二 玉米可 也是一个生生学子 还专门点了一下 加二 那这样的话多50点血 有的时候真的很重要 50点血万一就秒掉 秒不掉了 是吧 秒掉秒不掉 然后对于人猪来说 库洛还是挺了 挺麻烦的 应该升了专家级 果然升级了 哦 这边毁灭在偷黑胖子 什么宝贵 A掉了 哎呀 看一下死亡之数 死亡之数 四哥这边其实 这时候已经相当难打了 他60人口 呃 英雄等级其实已经 没有什么优势了 对于人猪来说 只要MK到五有个有个血法师 是吧 牛递的等级就不重要 除非你的DK到达一个 五级然后升的是311的 看一下是不是 哎 现在的话是211 升到311的话更好 211确实也可以 只不过是C的话威力要小很多 你看你如果你是311 这小黑还买 小黑换了个血排 因为我发现玉米口真的很喜欢秒小黑 刚才每一次DK没血了 都是先秒的小黑 因为秒了小黑以后 这个呃 在场面上的就是控场能力要弱一点 不要只是输出 小黑是控场 你先把控场秒了的话 你只要你能够暂时承受一下 那个输出的伤害的话 你其实无所谓的 如果你 如果你是秒先秒的是输出 你被控场控了 哪怕你输出 你的巫妖 你的MK这个输出再稍微低一点 让DK加起来的话 你其实还不好打 但无论如何 你都不能让DK加起来 我这边是用破法打花钢岩 这相当难打 还不如打这里算 哎呀我说 我觉得玉米这个链机有问题啊 怎么能这样呢 想想这个宝布想 这花钢岩又不会被破法打的 又不会被魔法反馈的 这花钢岩真的很牛逼啊 他是一个 哎好像是会被小鹿减肃的吧 他会中毒吗 好像不会啊 这样的话他 他被这个被动 就是这种 呃就是什么 魔法反馈啊 毒标啊 这种 这种技能 呃 打是最少的 最少的伤害了 那个 那个 呃 地金变身和那个 和那个UD的车子啊 都是会被破法打伤的 就是魔法反馈的 所以 呃 所以我觉得这个石头人真的很屌啊 这个魔法免疫的形式 他本身是本身是石头单位 就是那个 非生命单位 然后他又是那个 他又是魔免单位 相当于 相当于 呃 物理属性免疫 加上魔法免疫 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伤 加成伤害呢 工程也不会 也不会受到工程的加成伤害 这边的话飞机有几个 1234567个飞机不够用啊 这玉米河再要 再搞出八个飞机出来 我感觉 这 就难打了 这边是四个毁灭 毁灭有点多了 飞机是上面去侦查了一下 应该知道无法免有矿 呃 这边的话是直接 秒无妖 这边有点背不住了 点到无敌 这边高达都拉出来战斗了 我觉得这个无法免没必要跑 呃 不过他冰龙没血了 这边用TP 这一波TP 呃 冰龙是换光了 所有的飞机 还不错 还没死 哎这下我觉得无法扔 其实不亏啊这一波 不过疯狂有点悲剧 所以疯狂疯狂怎么守 疯狂怎么守 疯狂怎么守 有的人说普通话不标准的疯狂 疯狂 那个 我最近遇见一个女孩子是吧 那个她她说普通话也不标准 那个她她说春天是吧 春天她不会说她会她说催天 春天 催天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挺好玩的是吧 好这边的话直接顶到无敌来强干DK DK直接吃了一个蜘蛛 应该是 应该只有了蜘蛛能吃的这么香了是吧 我觉得现在玉米真的烈死了 这个61人口这边无法扔是64 而且大家都双矿的情况下是优低有力的 而且优低这边是有大冰农终极单位 哎这怎么耗 对对对 其实整场下来啊玉米都都一直没有什么优势的 你们可能以为这玉米是开了矿怎么怎么地 其实人足开矿 哎虽然说你能够像玉米汤是能够越够真空期的 但是你这个真空真空期哪怕你越够了是吧 对方等级也会很高 而且对方能开矿 你也没办法你的你的兵力不足你没办法去干掉对方的矿 现在就看呃是后期这个后期能力的问题了 哎这边的话又有一个门女帽子抵消了T的伤害 这个锤子的伤害 OK还有蓝这MK蓝好多啊 血法是蓝也不少这空蓝空的真好 这边的话手舞妖被围DK还有一百多蓝 现在的话你你秒我的英雄我也秒你的英雄是吧 我这边的话由于DK没有这个不发生没有买保命道具 就来找找找那个英雄可的麻烦 这是非常不理智啊 你最起码自己有点保命道具啊 你他就仗着自己是吧有有矿了然后 想去而且看对方的部队 刚才是打不过自己的吗 他突然有点突然有点飘飘然了吧 应该是所以这波这波真的是很伤 本来优势的部队你你去做死啊 这就是感这个感觉 你去做死啊 DK是往下走一走用光环来带一带这个蜘蛛 但是并没有用 破法还是有相当多 哎这时候我觉得师哥可以转胖子了 我他已经没钱了 其实人猪也没有多少钱 大家都没有多少钱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保保护好你的兵啊 不能随便死 你看这个人猪随便 哎等等这边是有个失误是 是是没有船好难 找个空里空余的地方是什么 是一点给他吃 大冰冻也是追了过来 又第一没有那个没有乌鸟 是不敢不敢和这群破法接交手 哎这边破法A了自己一下也会有点蛋疼 哦这边是因为血法是被黏住了还是有点虚 现在玉米可只要存到一个队的飞机出来就相当好打了 哦这虚无庭虚无没用好 不知道是用好了还是没用好 应该用好了吧 否则这个冰农不可能还有三百 哎这一个追出去冰农要死 啊这冰农浪费了 那这样的话哎这疯狂不保了 这无法真刚才在这一波的这抓链局啊真的是非常不理智啊 没必要过去你买好保密道具了再去吗 你有矿你慌什么啊 你真的是真的是不擅长当大款的真是有钱不会花是吧 有的时候穷惯了真的是有钱不会花 习惯习惯了单矿的经济学就不习惯双矿的经济学 因为这个人活在市场还是干用钱啊就用用钱不能不能太节约 太节约反倒是出现很多问题 但你也不能太奢侈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是吧消费方式消费官 玉米他们就人猪就比较那个啥就比较习惯 什么时候该该那个把钱用出来什么时候该那个猥琐在家里面 这边是沉默的瞬间是点出了大招天神下班 这边的话又把要把DK给抽干了应该升级的是应该是双二 这边的话又开始干小黑 DK又过来是哎呀小黑直接被捶死了 不是有套子的吗 现在DK没难了开始搞无妖无妖是没有保命道具的 这个虚无T就直接死掉这些时候啊都不需要虚无了 破法直接干掉 那四哥其实四哥怎么没出胖子呢 这明明明明明明明都已经到五级了 其实四哥不出胖子是有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刚才啊真的是不应该去抓送了一波 明明明在局势上面已经优势了是吧 你去抓这一波而且没带保命道具 你如果当时有个TP巫妖不死 人猪人猪再耗这么一耗 刚才其实巫妖不死的话 那个人猪是多捣了两个破法三个飞机的 然后又第一天上的都还在 反正地上的也没死 其实这样耗用TP来耗人猪的兵也是没问题的 但他就是没有你没办法 这边农民是我靠 大把摇大摆的上去开矿了 哦其实也是因为运密口没钱了 已经拼到这个程度了 运密口这个都反正 反正只要是 其实他只要把乌妖杀掉的话还是有机会 把那个 把那个削法师杀掉的话还是有机会啊 你看你削法师一死 你这边两个毁灭反正是无敌的 对吧你去把这个矿也限制住 哎人猪其实就没办法了 你MK能干嘛 哎这不过史伦不是全量的视角是吧 这边的话师哥还在继续的复活VL 相当惨 运密口这边估计 连买个药膏的钱都没有了吧 真没有了 这个要卖掉了 不卖掉的话 这个没钱补给 卖掉了出两个蓝屋 躲在塔下面把雪茄买了再收 哎还没TP 哎这卖掉这个才250啊 怎么能买TP呢 应该是刚才交钱的 我一百多块钱呢 是是削法师也卖了什么东西应该是 买了TP保险一点 我这边反正玩了命的 用TP先秒掉你个英雄再收 这边其实 其实乌法阵还是有机会 他的部队稍微 我的部队的话肯定不如玉米口那么多 不过他的部队灵活性要高一点 他可以防守 但是他现在急需去把这群农民给干掉啊 要不然的话玉米再采点钱 你真的没办法 其实这时候 哎 乌法阵卖掉 我看一下卖掉屠宰场出一条冰龙 还是可以打的 这多一条冰龙再加个巫妖 我觉得这个优地 这个这个 在在在这里这个 MK打不过的 这边的话要先杀掉这个女妖 MK这边还是有无限蓝的 没问题 这个DK有C 但是不敢来 就我觉得可以来 哦不真不敢 这么一发C 一发T砸在身上直接围了 MK一走 你有什么办法 这虚无T虚无杂在身上是是没有这个减伤的 套子也会加也会加强 套子也会加强 按道理是吧 套子只减少300的伤害 然后是 哎 那个剩下100都是可以直接直接砸死的 但是刚才砸下去也就伤了30点血 因为那个套子减300嘛 那个MK MK是350 那就只伤了50点血 是吧 虚无和那个加强加强的效果是抵消了 而这边MK有点危险 C 哎呦这变身了 就变身躲乱发C 然后的话 这乌夭营被打残 那个DK还有 刚才那发C 如果是砸在 这个血法师身上 我觉得其实 血法师就不能在这里站着了 然后MK没蓝 哎 其实还可以打 MK要强秒DK 哇 这方方引拼到这个节奏了 已经是最后一口气的节奏了 好吧 我们可以被减速减得非常惨 哎呦这最后 哎呀这这这这 还有还有一发C 还有一发C 这也被砍死了 哎这TPP 无1也没打死 那这一波还是无法正赚 只不过是 现在不太好的是这边的话是采的多少钱的啊 200多还好 要不要买个B那才二本 这怎么办 出个男女屋吧 出个男屋 两个男屋 卖点东西 我觉得这个粉可以买了 牛的粉干嘛 粉卖了再出个男屋 两个男屋一起加 好 他跑到下面商店 上面也有商店 肯定要卖粉 要卖粉卖出一个男屋 出一个男屋 有一个男屋 不够用 这不得选量太低了 这边的话 一个无法扔出来炼击的机会 这已经三穷水劲了 我觉得哎呀 卖一点东西啊 出一个冰龙 卖掉这两个 这两个可以出个冰龙的 应该是要真的要出 其实打RPG的时候 就打英雄RPG的时候 冰龙相当重要 比其他任何兵都要有用 冰龙375可以出 330吗 还有330可以出 这边有个宝物卖掉就可以 可以点个冰龙 点吧 点吧 好 真点了个大冰龙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无法扔这边还是可以玩 玉米这边无非就是有几个破法 然后 就这两个英雄 然后 然后 我觉得是以我的操作的话 我是操作不过无法扔的 但是玉米的操作真不一样 是吧 待会打决战的时候 只要不是在这个基地旁边打 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因为在这个基地旁边的话 农民 压上来 你这个LOWA 你不得不放这个农民身上 你的 对对 人族英雄的 那个输出就低了 人家就可以钢死你 万一你一个走位不小心 你被钢死了 就不好玩了 我觉得这边的话可以把农民都变成阴影跟着自己的部队 然后 DK随时可以有吃的 不过主要是这个魔法之怎么办 魔法之会被破法打掉 现在等于是场面上 就是无法扔等那个冰龙去干掉 哎 这边是有飞机了 有飞机的话阴影就有点难受了 现在场面上就是无法扔等这条冰龙过来 然后把这些远程采矿的杀光 双方再陷入一个僵持阶段 这边MK还继续练击 这个这个还有点还有点 但是这边的话 其实没什么必要了 都已经到五六的英雄了 不缺钱 你保护好自己的农民 收益更高 哎你是无法扔表示你不练我来练 啊 我要四级正缺一百经验 他也不敢那个在 在单念的 因为单念的话不小心被抓 你不能首尾不能兼顾 那就麻烦了 再念到下面这个点可以到五 也差五十点 五一五小黑小黑小黑到不到我就关系不大 五一到五挺重要 始终增加一百多的那个冰冻 那个 老把的伤害 哎没到啊 哦这里我觉得 这这真的是 不对啊 这里五 这里三个怪都不到 哎这里 一个分框的怪都不到150点经验值吗 怎么无用50点经验值都没分到啊 刚才肯定是打的太快了 无妖没走过来吧 我靠 我觉得这有点奇怪 我看情况 哎这边的话 MK被沉没 直接是秒杀MKMK 有没有钱买无敌看一下 有差一点 要不要卖卖东西啊 没有 无敌买给了 那个 哦这边是怎么 哦是追杀农民 哎怎么无妖还没到我 这么多骷髅 刚才无法让追那边追啥呢 啊 我是没看懂 哎干掉一个啊干掉一个到我啊 我好像这个是怎么回事 干掉一个赶紧到我啊 我要到我 我我刚才说了不要在这个附近打 在这个附近打会被农民围死的 农民冲过来你不得不用罗瓦打炸农民啊 这边的话 MK顶去了无敌 顶外无敌待会还要变身 哎就相当难打了这边乌妖被 乌妖被围啊这要是 没有围好 你们可以变身 能明翘了上来 其实我反正 我怎么没必要来和他和和和 和一米打这一波的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哎呀这DK又又被围了 这NC砸掉了 血法师身上血法师有个无敌啊 这样的话这个 被干掉呃 DK被干掉了还有条冰龙 呃给蓝给蓝啊虚无了冰龙 哎呦这相当期限 这边的话但是还有10秒的减速 不过这个为了 罗瓦一下这个血法 自己是被围住了这样的话 无妖也跪了哎呀这最后这一波 不应该掉了你看 关键时候农民还出来了 现在的话你冰龙打不了破法 MK也打不了你怎么玩 啊这破法还围了起来相当 操作相当的细致 这就怕无法的真的很可惜啊 不能再哎呦这MK被自己卡住了 哎呦好萌啊 哎呦刚才如果是 哭了过来把这个MK一卡 MK死在这 那还真真难说了 这边还可以哎 这边复活不了 这就是一个冰龙慢慢喷 破法就慢慢打 那种局面就很烂疼了 这边我感 我感受到了无法真的不甘心了 其实这一盘真的很多机会可以赢的 哪怕最后这一仗是吧 不要在这里打你就守着吧 反正这这还有个5级的瓜钢岩嘛 你慢慢打嘛 因为可这个部队 你在野外真的不一定打得过的 你加上农民还勉强 加上农民勉强可以打 我觉得这 四哥真的是 四少回国了这个 判断下降好多啊 这边开始卖大墓地复活了 但是肯定复活不了啊 你跟他怎么守 这破法还是七个破法 忙忙多啊 你们可以这边 再存点钱 还是可以复活这个薛法师的 你看这破法过来你都不能A 你打不在 你都打不了他 这农民可以打农民打不打 两个踢 冰龙肯定干不死MK 这是可以确定的 MK过来要把农民杀掉 杀农民更重要 这边的话是冰龙过来 减缓这个 MK的移动速度 好这边就一个飞机 两个飞机就能够锈死你 有飞机最主要是你跑不掉 锤的话都是锤不死你 但是有飞机你又跑不掉了 慢慢跟你耗 这样的话无法再 哎 哎买活了乌鸟了居然 麦克基地居然能够买活乌鸟啊 好屌啊 他买活不了DK了嘛 那不得不买活乌鸟 这边的话100块钱 哎应该可以啊 乌鸟那个DK也是 不过乌鸟生产有宝物 卖掉了 全部卖掉还可以买活DK 全部卖吧 直接卖吧 这边哦 不过不对啊 这边人口不够了 全部卖掉哎呦哎呦来不及了 要是飞机没看到的话 他悄悄买活 然后乌鸟卖掉所有宝物呃 吃吃掉那条冰龙 然后就可以买买活DK 还可以打 我反正相当不甘心的 可以看到这一张 这MK没蓝有蓝的话 这乌鸟直接就是 还可以再撑一下 哎呀这被动晕 哦这维莎 卧槽 太精妙了 不过也是 乌鸟的移动速度是中等 这个破法是快 还是好为的 好的 那么这一场也是相当的精彩 双方打到了双矿 这个打到了晕口的矿暴 然后无法证那边 其实如果他不开矿 可能还要好一点 他不开矿 那个矿都还没回本呢 才采了不到1000块钱 然后的话是双方也是打到了 那个弹 弹尽两绝啊 最终是无法证 小送了一波 然后最后的那一波的话 是选择性的 选择错误 在玉米口的分框那边 是吧打 然后 英雄还是被围了 什么 这就导致了 那个无法证的崩盘 我觉得每次无法证出去 都带TP的话 我觉得能打 但是你没带TP 那就真的是很危险了 损失真的太大 玉米的维莎实在太吊爆了 那么这一场也是相当的精彩 展现了玉米口维莎的技巧 以及这个四颗 四个挣扎的技巧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FGQ 那么下期再见